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演播的长篇悬疑小说《探龙》精彩继续 《探龙》第六十一章 短天为之萌得一下坐了起来,是非常吓人的 就算三人头脑都有些恍惚,也一下子被惊醒了 几乎同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都会不自觉选择退让一步 可他们并没有发觉在他们身后还有十数之叙事待发的钻心藤 他们这一退正好影响那些钻心藤 那些钻心藤顿时嗖嗖联动,瞬间将三人给缠出来 直接将三人拖倒在地 藤端减少一百,在他们身上就游动起来 还不时试他,寻找钻入三人体内的入口 就像活物一般 与此同时,那笛声也悠然而止 兄弟三自然不会束手待臂 尤其是金玉龙 这家伙手里有把长剑十分实用 虽然手臂被藤条缠住了 可手腕一转,长剑直接削断几根藤腕 顿时一条手臂就挣脱了束缚 手臂一挣脱,其余对他来说就不是事了 刷刷几剑将束缚自己的藤腕给削断了 一个鲤鱼打挺就跳了起来 神行一起,已经风一般掠到萧冷秋身边 一剑削断缠住萧冷秋手臂的藤腕 一掠而过,又到杨子身边 等金玉龙将杨子身上藤腕削断 叫冷秋已经自行挣脱藤腕的束缚 金玉龙将手中长剑往地上一煮 一脸得意,嘴一脸说 欠命还钱,你们一人一条命可都是我救的 心中都有点数啊 杨子看了一眼金玉龙 说实话,有时候杨子真的很佩服这家伙 看起来吊儿郎当,可真到了危机关头 没有人比他还靠谱 而且,不管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之下 他都能坦然面对 对稳定军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那张嘴啊,太偏了 萧冷秋一脱身 根本就不理会金玉龙那洋洋自得 身形垫涉而出 不是向那段天威 而是极向原先段天威手中 竹笛所指的方向飘去 杨子和金玉龙虽然和萧冷秋相处的时间不长 可已经知道了萧冷秋的为人 他是绝不会无敌方式的 他过去了,那就说明那里是一定有情况 当下立即跟了过去 萧冷秋到了一块大石进前 围着那大石迅速绕了一圈 随即往上一窜 手搭在大石边缘 往上一拉一带 整个人就像飞起来一般 一闪就到大石之上 等杨子和金玉龙爬上大石的时候 萧冷秋正蹲在大石中间 伸手按在大石之上 沉上说 那人原先就藏在这里 杨子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啊 随即一眼看见 大石平面之上的灰尘 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里由于人界罕至 又在山腹之中 大石平面上落了一层灰尘 几个脚印很清晰地印在灰尘上 在萧冷秋面前 则留下一个人趴在那里的形状 想来那人利用这大石的高度 对我们形成目光死角 就趴在大石之上 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萧冷秋根本就没有解释的意思 他也相信杨子二人 一定是看得出来的 直接用手量了一下 石面上的脚印 说 千针万线的布鞋 大约四十二码 应该是男性 女人的脚一般没这么大 说完又伸手 在面前的人形痕迹上量了量 从脚尖落地到痕迹 到胸口的位置 最多只有一米五 前面有肘支撑的痕迹 人爬在这里 头应该是昂起来的 方便观察我们 这样加上脖子脑袋的话 正上身高应该一米六多点 腹部压痕比较大 体型偏胖 反应极快 我发现了它 也被这家伙发现了我的意图 直接用笛声迷惑了我们 趁机逃走 从笛声停止 到我奔机而至 前后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杨子一停 立刻在脑海中迅速对比了起来 马上锁定了一人 脱口而出 于是前 小冷秋也伸一点头 我也怀疑是他 整个杨家平 只有他身性最负荷 金玉龙这时候接话说 有可能是外人哪 你爸不是说了吗 在骚羊子刚到杨家平时 他们就已经发现 有人潜伏进村子了 小冷秋一摇头 说不可能 你不了解六门 杨子回到杨家平的事 应该早就在六门中传开了 很多高手都会回来 比如那段天威 我就亲眼看到他出山去了 应该是通知段天怒的 在六门高手齐聚的情况之下 除非出动军队 民间势力 谁也不敢说 可以进土六门之人 这里藏有无子天书 就是六门圣地 外人想进这里 除非六门中人死绝了 金玉龙 黑黑一笑 那我呢 我是外人 还不是进来了 小冷秋说 那是因为 我们是跟着杨子下来的 杨子拥有六门信物 身份等同六门共同 而且 又是事发突然 他们来不及阻拦 说到这里 小冷秋画风一转 现在看来 他这无子天书主义的人 可不少啊 只都无法打开流氓封印 都在等着杨子破解封印 起码 这暗中窥死的人 目前就在暗中帮助我们 杨家平重人的态度 已经很明确了 不愿意杨子在这个时候 取出无子天书 但这人却杀了 前来阻止我们的海婆婆 估计段天威 也是他所杀的 也就是说 他是赞成无子天书被取出的 不管是不是于世间 都得算作 另外一方的势力 金玉龙嘴一脸 还帮着我们 刚才要不是我 你们已经成为钻心疼的肥料了 小冷秋一摇头 那只是阻拦我们 发现他的一种手段 他知道 我们一定可以逃脱 这里步步凶险 如果我们连几根钻心疼 都对付不了 根本无法活着 闯到流氓封印之间 此人心思甚是缜密 我发现了段天威 尸体上的秘密之后 他立即就察觉出 自己暴露了 吹笛 阻止我们的同事 迅速潜入暗中 现在再想找出他来 只怕难于登天 阳子眉头一皱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引他出来吗 小冷秋又是一摇头 没用的 像这样的人 根本引不出来 只有反其道而行 比他自己 陷深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演播的 长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